回答 你的第一个问题是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 我希望对方不要介意我秒睡 你几点秒睡 如果你八点多就困的话 我推荐你认识十号 八点就困 到八点整 一下两个人就 两个人昏倒在地 在客厅里 我天哪 我秒睡的时候不分情况 分那个工作强度吧 因为我以前是个乘务员 当时就是凌晨三四点的时候 可能也会在飞机上飞航班 要么就是凌晨四五点的时候 赶飞机 然后有时候进入车上 人可能就在讲话 然后太累了 我就坐在那 就直接就睡着了 然后就希望说 如果有时候 就是我跟你们说晚安 我跟你们说晚安 可能跟 跟女朋友说晚安的时候 然后就没回信息了 可能是真的睡着了 不是敷衍这样子 二十一号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很不介意你秒睡 但是我想有一个问题就是 你打呼噜吗 有时候打 有时候不打 我比较讨厌打呼噜 因为我的爸爸在我小时候 到现在天天打呼噜 就是从这头到那头 全部都能听见 每天跟唱歌一样 那没事 我不是天天 偶尔 好吧 谢谢 王子晶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我觉得秒睡这个事情 可能我比较自私 我特别讨厌秒睡的人 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 之前谈恋爱的时候 如果说男朋友秒睡的话 我就会觉得特别的扫兴 就是咱们两个一天都没有见面了 可能在外面忙了一天 然后这个时间 咱们两个可以聊聊天 我觉得这样就很好 然后秒睡的话 就让我觉得特别的扫兴 虽然说是秒睡吧 但是谈恋爱的时候 该坚持还是得坚持一下吧 不会真的一下子一秒钟 就直接睡着 这是个形容吗 他说秒睡 让我想起我的生活 在我早年当印刷工的时候 印刷厂噪音巨大 那是纯体力劳动 我们是从礼拜二 晚上开始一直印到 星期四的早晨结束 一个班组六个人 每次两个人睡觉 四个人在工作 然后两个人再去换 连续工作大概要12个小时 从车间到宿舍 200米路 你闭着眼睛能走 我觉得我虚壳在走 我魂已经睡着了 头还没有挨着任何东西 我其实已经昏迷了 就是那种感觉 那种体力劳动的压力 会导致人的这种秒睡 真的是你要经历过 那种负荷的劳动 就会有体验 下一个问题 我不希望 对